任脚下想着重的铁料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那么这首诗的作者陈然 究竟有着怎样的传奇人生 他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信念 又是如何助就的呢 敬请关注信仰的力量第三集 《黑牢中的自白》 《黑牢中的自白》 在小说《红颜》中 有一个让人敬佩的地下工作者陈刚 他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 用最简陋的工具刻写印刷停禁包 被捕以后 他忍受着最残酷的拷打 也绝不出卖自己的同志和组织 绝不出卖自己的灵魂 并且在监狱里继续编写 《狱中停禁报》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斗争 而这样一个杰出的文学形象的生活原型 就是红颜烈劣势陈燃 陈燃当时主要负责停禁报的印刷和发行 后来由于叛徒出卖而被捕入狱 牺牲时年仅二十六岁 那么现实生活中的陈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停禁报又是一份怎样的报纸 为什么陈燃还有过一段脱离党组织的经历呢 重庆红颜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丽华先生 精彩解读系列节目 信仰的力量第三集 黑牢中的自白 任脚下想着沉重的铁料 任你把皮边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 独行考党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让我开口 面对死亡 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这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安 高唱凯歌 埋葬想家王朝 这是一首坏人口 是对许多中国人产生深刻影响的事 今天我就向大家介绍一下陈然烈士 在多年整理研究烈士的事迹过程当中 陈然的档案我是无数次的看过 研究过他在狱中的英勇斗争事情 白宫馆的看守杨钦点曾经告诉我说 陈然真是一条硬汉子 打得他是那样的惨 他就是不说 在白宫馆监狱 陈然是受薪最严重的一位革命者 却表现为最为应用的一位战士 在陈然的身上 无愧于这样一句比喻 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 所做成的 这特殊究竟在什么地方 那就是一种坚不可摧的信仰 一种刚治不阿的气体 也许大家想不到 有着如此坚定理想信念的陈然 却在早年时间 有过一段脱离党组织的经历 当然这不是叛变和投降 而是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艰难的找党的一段过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抗战时期陈然在湖北 参加了著名的孩子剧团 16岁的时候 在这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 1942年 领导孩子剧团的地下党组织 不幸暴露 陈然接到通知 迅速转移去延安 后来因为交通问题 改道到了重庆 他的组织关系 也转到了重庆的红颜村 在这个期间 由于出现了叛徒 党组织要求陈然 暂时到江津去躲避 因为生病 陈然又从江津返回重庆治病 当他再次回到江津的时候 陛下党组织已经转移 陈然就此失去了组织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 陈然又来到重庆 他直接到红颜村 八路军办事处 要求接上自己的组织关系 但是红颜村 八路军办事处 却没有给他接上组织关系 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只要稍稍的回顾一下 秘密战线的背景 我们就可以知道 当时地下党在国统区的组织 都是单线联系 不能够发生横的关系 一旦组织遭受破坏时 集团是出现了叛徒 也不至于危及全局 由于陈然回重庆治病 错过了在江津与上级 接上组织关系的机会 所以导致他失去了组织关系 这是其一 其二 出于当时抗治民族统一战线 大局的考虑 廊防局当时实行 隐蔽精干 急需力量 长期埋伏 以待时机的十六次方针 陈然在当时就属于 战时中断组织关系 自谋职业的一般党员 所以 红颜村八路军办事处 没有给陈然 接上组织关系 既是合理的 也是组织纪律的 铁的规定 但是对陈然来说 失去组织关系 就像孩子失去了母亲 得不到党的指导和引导 他坚信 党一定会找他的孩子 只要坚持自己的信仰不动摇 就一定能够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在1943年 为了维持生活 陈然惊人介绍 进入到国民党 中国粮食进出口仓库 机修车间 在那谋得了一份猜事 难能可贵的是 失去党组织关系的陈然 仍然按照一个党员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在车间里边 他组织进步了青年 经常看新华日报 向他们分析时事 向他们分析战局 而且帮助一些失业的青年 早出路早工作 并且把进步的青年组织起来 经常参加一些进步活动 这些事情 让早就注意到他的党组织决断 陈然虽然是脱离了组织关系 但是一直没有放弃过自己的信仰 是该和他重新恢复关系的时候 也就是说 陈然在找党 其实党也在找陈然 只不过由于他脱离了组织关系 必须要经过考验 而陈然经过了考验 所以当党组织找到陈然 与他恢复关系的时候 陈然竟然是激动的 说不出一句话来 握住地下室委委员彭佑武的手 久久不能够松开 这个时候 国民党中国粮食进出口仓库 因为抗战已经全部迁回到南京 剩下的机器设备和员工 公司指定由陈然负责 继续管理维持生产 那么陈然所在的 中国粮食进出口仓库 机修车间 这地处在重庆南岸的野茅庆 这个地方交通非常不便 而当时的机修车间 就是一楼一底的一栋小楼 楼下是车间 楼上是陈然他们住的地方 鉴于陈然的这种合法身份 加上他的现实表现 地下党组织 给他接上组织关系以后 就决定 把地下市委机关报 挺进报 印刷发行据点 就设在这个地方 而且由陈然具体负责 印刷和发行工作 挺进报是中共 重庆地下市委的机关报 它的诞生和发展 引发出了一系列 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 可以说被关进扎子洞 和白宫馆监狱的革命制式 大多数都跟这份游印小报 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那么挺进报究竟是怎样诞生的 它又为什么引起了 敌人的高度重视 和疯狂报复呢 1946年4月30日 中共中央南方局 迁回南京 同时在重庆 公开宣布成立了四川省委机关 1947年的2月28日 国民党反动派 悍然封闭了新华日报 查封了四川省委机关 要求全体公开人员 立即撤离国统区 返回延安 由于省委还没有来得及 建立地下的第二套班子 川东地下党各组织 一时间与上级是失去了联系 而在这个情况下 国民党的报纸是连篇累读 大肆登出消息 渲染他们的胜利 并且狂妄地叫嚣 三个月内要消灭共军的主力 一时间 重庆是谣言四起 白色恐怖加剧 政治空气非常的沉闷 在这种情况下 地下党和进步的群众 是急盼着听到党的声音 迫切需要了解解放军 在战场上的各种情况 以肃清谣言 拨开乌云 当时几个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 和进步青年 利用香港地下党组织 寄到重庆彷徨杂志社的 新华社电讯稿 把上面有关我党我军 在战场上的消息 用手写复制成若干凤 在地下党组织和进步群众当中 互相传看 这份小小的传探 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当中 是不禁而走 而也引起了中共地下重庆市委的重视 市委指派当时有公开身份的 四川省银行经济资料政策研究室的研究员 刘国志去了解情况 在弄清的全部情况 并且与这些党员和进步群众 接上关系以后 地下市委决定 以这份小传单为基础 出版地下市委的机关报 并且取名叫挺进报 就这样 作为地下党隐蔽的喉舌 和地下党舆论的武器 挺进报和整个 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命运 就紧紧的联系在了一起 那么在公开的新华日报被查封以后 重庆又出现了挺进报 实际上已经担负起教育民众 鼓舞斗志的使命 因此在国统区被大家称作为 国统区的小新华日报 其实在1947年底以前 国民党特务通过报刊检查 通过邮件检查 已经扣押了不少挺进报 由于当时没有直接的线索 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的行动 那么真正让特务机关 对挺进报开始行动的 正是这份报纸在发行对象上的一种调整 从第15期开始 挺进报开始对敌人展开 攻心工作 不仅是有针对性的增加了 对国民党军警献特党政要员警告内容 而且还将报纸直接寄给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 在这一期的报演上 就登出了这样的标题 坏人悔过自心 准许将功折罪的标题 甚至还发表了 劝告蒋军军官的文章 在文章当中这样写道 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有两条路 一条是真正义 真民主 真自由 本着良心去做人 一条是 误民族 误自己 为了良心去做人 这些文章 对于动摇国民党的军心 瓦解军警献特 那确实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 但是这样高密度的议息 类似文章也引来了 敌特机关的高度重视 除了内容发行变化以外 在发行对象的扩大上 可以说是直接将危险 引向了自身 挺进报 在向国民党军警献特 首脑机关大量计划的同时 使敌人是感到万分的恐慌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在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 全部撤走以后 重庆地下党组织 居然还有如此大的能量 那么这也同时说明 重庆地下党组织 肯定还有更为严密的秘密网络 那么挺进报 就是这个网络的有力引线 有一次 陈然利用官僚资本 开了商号 他们的大信封 把挺进报装进去以后 就在这几个商号附近的油桶 进行投进 结果引起国民党 对这几家商号的搜查和检查 又有一次 陈然打听到 几所学校被三清团所把控 对进步学生进行打压 他又将挺进报 放在这几所学校附近的油桶 进行投进 结果也引来 特务对这些学校的突击检查 应该说 这已经传递出 敌特充分注意到 挺进报的危险信号 但是陈然等人 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陈然已经把挺进报 看成是挺进敌人心脏的一把力竟 也就将个人的身死置之度外 还有一次 陈然居然弄来了 几个美国新闻处的大信封 在里边也装上挺进报 居然是顺利的到达了 国民党的党政机关 重庆市的市长杨森 在办公室里边也收到挺进报 他竟然是大发泪霭 骂特务市一群饭桶 但是真正让特务门开始下决心 对挺进报采取行动的 是另外一次更为大胆的发行工作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副总参谋长 蒋介石在重庆行员的主任 朱少良 在办公室里边也收到了一份挺进报 朱少良是非常的震动 立即召开国民党军警献特首脑的会议 在会上他是劈头盖脑的 将徐燕举一顿训斥 说许处长 你不是很有能耐吗 你不是说重庆已经没有共党活动了吗 你不是说重庆已经是太平了吗 怎么新华日报一查封又钻出了一个挺进报 新华日报一查封你就打电报到南京去邀功勤赏 现在又出了挺进报 你打电报你去勤赏去呀 最后朱少良要求徐燕举必须一个月破案 否则自己拿了挺进报到南京去说清楚 徐燕举是国民党军统中的得力干将 在重庆屡策破坏共党案件有功 在现期破案的压力下 徐燕举是坐卧不安 绞尽脑汁 苦思冥想 他认为要采取采点跟踪突击检查 那完全是大海捞针 无地放置 要破坏共产党的案件 那一定是要从内部打开缺口 堡垒从内部攻破 于是徐燕举想了一个红旗特务计划 所谓的红旗特务计划 就是把国民党的一些特务训练有素 非常办事能干的人 让他们伪装成进步的青年 混杂在学校书店公共场所 说一些进步的话 做一些进步的事 然后搜集租丝马迹 汇总分析 有目标的进行侦破 当时年仅18岁的地下党员陈柏林 是文城书店的一个店员 此前他曾经施过夜 在重庆江北国学草堂专科学校认识了红旗特务 姚远远航 但是陈柏林并不知道 姚远航其实就是军统注意站站长李克昌的一个情报通信员 姚远航发现陈柏林手上有挺金报 就向李克昌做了汇报 李克昌要求他不要打草金蛇 要他放长线钓大鱼 随着李克昌又派了一个红旗特务叫曾继刚 去主动接近陈柏林 在文城书店里边 曾继刚对陈柏林说 自己是重庆大学的移民学生 因为在学校发表了不满言论 被学校开除 为了完成学业 到书店里边来继续读书 每天早上书店一开门 这曾继刚就进去看书 哪一本书一看就是一上 到了一点钟两点钟 拿块馒头拿块烧饼 啃一啃吃一吃又继续看书 到晚上书店关门的时候 曾继刚仍然不愿离去 对陈柏林说 小兄弟再让我看一会儿 我多看一会儿书 一天两天下来以后 陈柏林就觉得 曾继刚是一个进步青年 是一个追求光明的青年 所以说 陈柏林有一次故意将一张挺金报 夹在书里边 放在曾继刚的旁边 而曾继刚看到挺金报以后 表现出非常的兴奋 主动与陈柏林讨论报中的内容 并且还向他表示 自己愿意把所有的物品 全部卖掉 投资到书店 购买进步书竿 扩大书店的业务 陈柏林是一步一步的受骗上当 所以当地下室委交通联络员 陈柏林的上级任达哉 到书店来工作的时候 陈柏林就多次向他请求 能不能够对曾继刚进行当面考察 把他发展为我的外围成员 协助我在书店收发挺进步 1948年的4月1号 陈柏林带着自己的上级任达哉 按照约定的时间地点 去会见曾继刚 结果一去 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逮捕 地下党的缺口就次打开 而叛徒的出卖 则使这样的缺口越似越大 而危及整个川东地下党组织的 挺进暴事件就此发生 被捕以后的陈柏林是非常的悔恨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曾继刚竟是一条卧底的毒蛇 陈柏林除了悔恨之外 反而变得更加的坚强 尽管被敌人打的是死去活来 但是是坚不吐实 后来为了自己的信仰 被特务秘密杀害 他的上级任达哉 在敌人刑法面前 最终背叛了自己的信仰 供出了自己全部的情况 成为红颜当中的第一个叛徒 那么此时的陈柏林是否知道 危险已经一步一步的逼近了他 他又是如何被捕的呢 根据叛徒任达哉提供的情况 选举在重庆市开始了全层的搜捕 而地下党组织这个时候也开始应变措施 凡是与挺进报相关的人通通撤离撤退和转移 陈然也接到这样的转移通知 在1948年4月22号 陈然突然在自己的家中 接到了这样一封告急信 一张小纸条上写着 江水盟长文军欲买州南下 陈然一看 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使用的暗号 这个时候出现 说明地下党组织一定出了重大问题 所以他马上收拾所有的印刷工具 收拾所有的物品 马上准备转移 但是突然陈然停到下来 他在想 这会不会是在挺进报的发行方面 出了什么问题 如果是这份问题又出在哪一个环境 他仔细地在想 突然他认为 假如我能够提前把237挺进报印刷出来 照样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寄出去 会不会就给敌人一个错觉 挺进报还在发行 还在工作 这样又可能在客观上 对地下党组织起到一个掩护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扰乱特务的视线 于是陈然果断地决定 开始提前印制237挺进报 但是当他把237挺进报 全部印刷完毕 按照各发行据点 分装好以后 正准备下楼送出去的时候 他听见母亲在楼底下 与国民党的警察特务周旋 特务警察以查户口 对他们家再进行搜查 陈然立即返回阁楼 首先把那份挺进报的发行名单 全部撕碎 放在嘴里边 全部嚼烂 然后用水吞下肚 当国民党的警察特务上来搜查检查的时候 除了发现游应工具和237挺进报 敌人所想发现的那份发行名单 却没有找到 为了掩护地下党警制 为了干扰敌人的事件 陈然不顾个人安危 果断的独自印刷挺进报 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逃生机会 而被捕入狱 那么等待陈然的 将是一番怎样的生死考验 而他的著名的黑牢诗篇 我的自白书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陈然被捕挺进报的印刷发行据点 完全破获 令徐燕举是喜出望望 徐燕举决定亲自对陈然进行审讯 妄图从他嘴里边打开更大的血口 以加大对地下党组织社会面的破坏 解放以后 被人民政府抓住的徐燕举 在北京秦城监狱 写了一部血手染红颜的交代材料 在这份材料当中 徐燕举这样写道 陈然给我的第一印象是 态度非常沉静 像一个大姑娘一样 但是两个人一交锋 徐燕举就不得不承认 陈然不好对付 斗争非常的英勇 在审讯室里边 徐燕举看了陈然是连连的摇头啊 他实在是不敢相信 这样一个像大姑娘一样的年轻人 就是地下党挺劲爆的特职书记 那张搞得他焦头烂额的挺劲爆 就是出自于他的手中 这交锋刚刚才一开始 徐燕举心理上就输了一招 徐燕举问 你就是陈然吧 挺劲爆的组织情况是怎么样的 把你的组织情况全部说出来吧 陈然回答说 这半报是自由职业 有什么组织不组织的 不让半我不办就行了 好一个自由职业 谁叫你半灯 半报有什么罪 有这么严重吗 你为什么不登记 为什么偷到半 老实告诉你 你的全部情况我都已经掌握 已经有人把你给交了出来 你还不交组织 没有登记 那我现在登记也不迟啊 既然已经有人把情况交出来 那你就去问他好了 一来二往的针锋相对 让徐燕举更加觉得 这个年轻人不好对付 徐燕举吼道 你在墙边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我今天看你有什么本领 不交组织 陈然斩钉结底的回答说 我不交 你又怎么样 徐燕举说 不交 我就强迫你交 陈然冷笑的说 那你就强迫吧 徐燕举做梦也没想到 陈然是如此的强横 不仅是老羞陈鹿 下令对陈然动用刑罚 特务 最后把陈然用绳索 吊起来以后 使劲的用皮鞭在他身上 来回的抽 威逼他开口 后来 他没有把陈然 从绳索上放下来 让他跪在地上 在他膝关节后面 压上一根木杠子 两个特务紧紧的抓住他的手 往后面扯 脚蹬在木杠子上 使劲的踩 陈然是数次昏死过去 但是他始终没有说出一个字 始终没有损害任何一个同志 和任何一个朋友 贤奴继穷的敌人 只好将陈然 关进了白宫馆监狱 在白宫馆监狱 特务是一直 用威逼利诱的手段 劝陈然要悔过自心 劝陈然 把挺进豹的情况 全部说出来 前面我们说过 在白宫馆监狱和扎纵监狱 陈然是受刑最严重的一个 但是却表现得最为英勇的一个 陈然受伤以后 他是忍得巨大的伤痛 甚至在滥友面前 都不愿意哼一声 他这样告诉滥友说 敌人的严刑拷荡 革命者要靠坚强的意志 和对党的绝对忠诚来战胜 他曾经告诉一位同志 他想写一首诗 题目是 假如没有了我 大致的意思是 地下党员参加革命 早已将森史自知度外 独行考党 死亡威胁算不了什么 我们要保持革命的气节 勇敢的战胜敌人 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 后来根据脱险志士的回忆 把这首诗记录整理出来 这就是我前面所引用的那首 著名的黑牢诗篇 我的自白书 1949年10月28日 重庆解放前的一个月 保密局下令对陈燃等人宣判死刑 押赴刑场 执行枪决 在陈燃生命的最后一天 在国民党的法庭上 陈燃居然认识了和自己神交已久 却从未谋面的一位战友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艇金报特别支部和当时电台支部都是单线联系 互相不能够发生往来 陈燃每次在印刷艇金报的时候 发现组织上传递过来的稿件 自己写得非常工整 有的时候文具断了以后 打上审约号 还注明原因 陈燃被这种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所深持的吸引 他数次向组织提出 能不能够与这个同志见见面 组织上没有同意 说地下党组织规定 不能够发生恒的关系 后来在陈燃的一再要求之下 组织上同意 说你有什么话 你想说什么 可以写成一张纸条子 但是不要写多 也不能够署名 陈燃想来想去 要写的话太多 要写的内容也太多 最后他只写了一句话 致以革命的禁定 几天以后 他收到这位同志回的一封信 同样是没有署名 也是一张小纸条上 写了一句话 紧紧握住你的双手 这位同志究竟是谁呢 其实他就是和陈燃一起被关在白宫馆监狱的陈善谋 由于狱中的几率规定 他们之间不能够互相说自己的情况 所以说两个人都不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 在国民党法庭宣判 陈善谋收听电台编印挺进报 陈燃印刷发行挺进报的罪名的时候 两位战友才发现自己相处的这位人 就是自己一直所想见的人 陈燃是一切走过去紧紧的握住陈善谋的说 紧紧握住你的手 陈善谋也紧紧的拥抱陈燃 向你治愈革命的敬礼 两个人死死的抱在一起 那法官张建 被这突如其来场面搞得不知所措 连忙急声大喊 推向行车 押赴行场 而这个时候陈燃突然松开陈善谋 冲到审刑桌旁边 指着法官张建说 今天你宣判我的死刑 明天人民将宣判你的死刑 陈燃殉难时年纪二十六岁 又是一个壮怀激烈 年轻的生命 为我们诠释了信仰的利益 为什么陈燃在狱中能够这样壮怀激烈 而坚守信仰 为什么他能够坦然的姿态去笑对死 构成这位坚强战士 生命意志的特殊材料 究竟在什么地方 我也一直在烈士的遗物和各种资料当中 去寻求这种答案 后来我们在1946年的彷徨杂志上 发现了一篇以陈燃署民所写的文章 这篇文章的名字叫论气贱 文章一开始就这样写道 气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 那么什么是气贱 就是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娶 富贵不能赢 在平时能安平乐道 在富贵荣华的引诱下不动心智 在狂风暴雨的袭击下 临难无苟免 以身寻真理 陈燃是这么说的 他也是这样做的 所以最后我想说 一首自白书 一篇论气节 构成了陈燃烈士 坚强信仰的特殊材料 也成为红颜革命志士 用生命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这种气节与自白 它可以超越时代 超越身世 久久的激荡在历史的天空 谢谢 有着刘洋经历的儿子 不习中段学业回到农村 她究竟担负着什么样的使命 不惜变卖家产 支持儿子工作的母亲 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性 面对属于自己的两千两黄金 已经失去儿子的她 却为什么坚决不接受 敬请关注信仰的力量 第四集 母子同行且传奇